各位好 欢迎来到周末龙门阵 让我们欢迎江义先生 腾建军先生还有崔洪健先生 11月4日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签署了 旨在落实联盟国家一体化的法令 那么普京强调说呢 建立联盟国家不仅意味着经济一体化 双方还会在政治和国家 国防都加强协作 这就不得了了 那网上就说呢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要合并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联盟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江先生 我觉得这个合并可能有一些夸张 这个可能想多了 实际上它是落实1999年 当时就提出的一个建立联盟国家的目标 更加进一步的往前走一步 现在所讲的这个28项里头 更主要的现在可以看得到 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经济合作 也就是说经济合作中间的双边合作 能够达成的这个领域内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呢 就是说这个新的联盟国家 加强联盟国家的这样一个合作 一个方面它是俄白两国经济一体化 包括建设联盟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步 也是再次展现了两国在沉寂很多年以后 进一步要强化两国一体化合作的一个态度 另外一个方面要看到就是说 现在的这一个工作仅仅是完善 或者说把过去99年提出的很多目标进一步的落定 99年建立联盟国家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一个邦联 那邦联大家都很好理解 就是说是两个独立国家 只是在很多的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和密切的协调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跨国家的一个超国家的一个机构的存在 也不试图去建设一个超国家的一个实体 所以这样一个邦联的目标呢 应该说是反映了两国主要是白俄罗斯的一个 维护自己独立和主权的这么一个诉求 政治诉求 所以这样一个基本的目标就决定了 现在的俄白两国 不管将来要怎么往前走 至少现在如果还继续坚守99年这个邦联协定的话 那应该说就是所谓的从建一个苏联啊 这些说法俄白的从新合遍 这些说法恐怕都有一些太夸张 都谈不上 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现在这一次签订的28项里头 其实也没有讲到政治啊 这个国防啊外交啊这方面的重新的这种组合 包括这种彻底的这种议题话 但是我想普京在这个会上既然他自己去补充这些 未来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 是否还代表着俄罗斯其实内心还是对这个目的是有所期待的 我们经常两句话 一个叫呢形势比人强 我觉得之所以99年提出这么构想 但是过去那么长时间实际上没有什么动作 但是现在怎么突然会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跟目前的背景 尤其是双方那种相互需求啊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以来这个围绕着白俄罗斯的问题 实际上在白俄罗斯和西方 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博弈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 双方我觉得目前这样一种往前相互靠拢的状态 包括普京提出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实际上有很强烈的一个两国抱团取卵的这么一个需求在 第二句话呢叫计划没有变化快 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说现在形势啊 倒逼着俄白双方的可能是会走出一些我们之前看上去 即便到现在看上去也是不具备现实条件 但是可能会硬着会撑着往那个方向去走一走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究竟多少层上能够实现像普京的那样一个想象空间啊 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俄白双方能不能进一步协调到位 而且他们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而且就是江老师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俄白双方 现在不寻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机构或者结盟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他96年签订了一个成立主权国家共同体条约的话 其实他对于很多机构的设置上 感觉还是在有超国家的这种性质存在 比如说他会有最高国务委员部长会议两院制的联邦议会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本身有这个基础的存在 如果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这个的话 是简单的一个经济一体化吗 它不是个经济一体化的问题 它是个邦联 它不是不像咱们现在说的国家有主权 有这个领土范围 它是个邦联 那么需要的时候合起来 不需要的时候咱们又是独立的实体国家 所以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的话 他也不愿意 你看普京表态还是比较模糊 他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 这两个国家拧到一块成立一个国家 成立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现在关键的看点就是在主权到底归谁 你归俄罗斯 那白俄罗斯没了 卢卡申科他愿意干吗 他从94年上来就一直在拱募自己的权力 那么去年为什么出现那么大的乱子 还是有选举的问题 还是有权力的分摊的问题 在国内他这个权力受到了很大挑战 所以它是个主权问题 所以从普京角度来说的话 他有这个心 但是他敢不敢这么做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是把白俄罗斯一下吞掉 那么从人口比例来说的话 俄罗斯1.14亿人吧 对 那么白俄罗斯的话还不到8千万 8千万人吧就是 那么这么大一个人口的比例 那谁吞谁那很非常明显 那肯定俄罗斯 再加上俄罗斯现在在国际上 还是联合国常理事国 还有这么大的军队 还有核武器 那么其实白俄罗斯就可能被 这个俄罗斯给吞掉 所以卢卡申科这么多年 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很难成为一个一体的国家 就是一个主权 主权白俄罗斯还有没有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文件 你看这些其中 就是涉及到主权问题 所以那么普京他不愿意 走得太快 或者是动作太大以后 弄不好就把卢卡申科 就给挤到一边去了 但是我们也说 只是普京现在不愿意走得太快而已 但是他并不是代表说 他并不想走这一步 因为从96年99年之后 他中加其实停顿了一段时间的 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 所以现在从这个白俄罗斯角度来说 他当然刚才讲他主权问题 他不可能把自己主权 把自己政权交给另外 特付给俄罗斯 所以现在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刚才宏建也讲了 现在卢卡申科也面临了很大的问题 俄罗斯现在也面临着西方打压 那么美国带头要整这两个国家 那么欧盟现在看的话 对俄罗斯可能差点劲 那么对白俄罗斯 那是绝对下狠手的 而且我们现在看很多非政府组织 在这个立陶宛 在波兰 专门建立前进基地 一方面给钱 一方面给人 那么要什么给什么 还网络 开放网络 攻击卢卡申科 所以从这个现在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双方抱团取揽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96年为什么有一小高潮 也说咱俩家能不能合起来 那么96年大家知道 颜色革命啊 乌克兰闹得天翻地覆的 那白俄罗斯看得不行 还得靠大哥 大哥这边的话 所以96年的时候 其实就是白俄罗斯主动 对 主动性更多 实际上是这样看 就是说在俄白两个国家深度合作这一方面 白俄罗斯因为它国力比较小 总体上说来 而且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原因 就是白俄罗斯已经没办法离开俄罗斯 不管是它的产品 还是它的整个的这个供求 包括像能源供应 白俄罗斯自身没有什么能源 它必须得靠俄罗斯的那个能源的供应 特别是比较低价的能源供应 这是维持整个白俄罗斯经济和社会运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白俄罗斯在这方面是有求于俄罗斯的 那有求于俄罗斯的情况下 你做拿什么来做交换 那毫无疑问就是 你必须要在一体化的这一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所以90年代能够做这一点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白俄罗斯当时自身的经济发展 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知道 到91年年底苏联接替92年 各国开始独立搞 白俄罗斯没有什么基础的情况 你折腾多少年 俄罗斯那个时候都自身面临 比较大的一个困难的情况下 你白俄罗斯面临的困难 肯定可想而知是更大 所以没办法 但是白俄罗斯的这一点 就是它往前推 往前做这种一体化的方面 口号会喊得很响 这个俄罗斯双方的这个合作 为什么从99年 90年代开始说起 一直到今天2021年的时候 大家反而当个新鲜事来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 20多年 很多的事情最后能够落地 现在能够看到落地 在自贸区 在关税 很浅显的一体化的 这样一个水平 甚至可以说 如果经济合作 做得比较好的 两个国家之间不谈一体化 不谈什么邦联 不谈这个 这些的国家可能做的这一方面 都不比俄白联盟做的差 为什么这一些俄白 反而调子寒冷很高 一直做不动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就是白俄罗斯在很难成功上 考虑自身的一个主权 独立的一个问题 这一点是对于卢卡申科来说 是第一位的一个考虑 所以俄白的这个合作 进程下不去 主要的阻力 就是来自于卢卡申科 对于白俄罗斯国家 主权和独立的一个认可的问题 那么你下不去的情况下 我们想 俄罗斯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的事情 一直在推 推不动 甚至我们再往去想 在2019年俄罗斯修改宪法之前 曾经都传出了一个传言 就是普京如果不继续担任 就2024年不参加总统选举 的情况下 他会有一个什么更高的职务 俄白联合国家的 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 当时都有 大家都有这个传言 就是是有一个县城的一个台 位子给他安排的 但是由于白俄罗斯在这方面 因为不愿意进行深度的 一体化的一种合作 那你普京从这没地方放 你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 一体化的这样一种进程 已经让俄罗斯感到 非常非常不满意了 特别是刚才两位都讲到了 俄罗斯现在面临 西方的这么一个打压 遏制的情况下 市场 我别的都不说 仅仅从俄罗斯自身的发展来讲 我的市场空间怎么样去拓展 我欧亚经济联盟的整个建设 尽管有其他国家参加 但俄白是提制举的最早的 对 口号是喊得最小的 他跟他那个欧亚经济联盟 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 更大的一个范围 只是说俄白是欧亚经济联盟的 都是参加国 但是以俄白两个国家的口号 喊得最小 你原来提出的目标 比现在的欧亚联盟 经济联盟的这个目标 应该树立的更早 而且树立的更高 你都没有做到 那我欧亚经济联盟怎么往前做 怎么起到一个领头羊 怎么起到一个榜样的一个做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政治 经济外交一系列的一个考量 那么恰好去年送了一个 我们现在可以打引号的 给普京送了一个礼物 就是去年的白俄罗斯这个大选 造成了整个白俄罗斯的 外部环境的一个恶化 就对于白俄罗斯 对于卢卡申克来讲 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 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在一体化的方面 进一步地向俄罗斯靠拢 那这一次他会让渡一些 所谓的主权上的控制权 现在还仍然谈不到 我们从现在看到的 这个28项里头没有看到 所以刚才的这个 普京的这番讲话 就非常有含义了 就是我不仅仅是经济的一体化 一般的经济业合作的方面 我们还要加强政治的和安全的 同时在这个中间 在此之前 在双方签署这28条以后 俄罗斯总理米苏世纪 还讲了另外一番话 就是我们需要有法律的保障 来尽快地落实 我们现在已经达成的一体化 那有法律的保障是什么意思 双方的各自的法律 都要以现在我们达成的这个目标 去做相应的修改 做相应的调整 各自的法律都要有这个保障 来保障我这28条真正能够落地 那这28条真的如果落地以后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双方的整个的法律体系 包括经济运行机制 是不是还要做调整 双方深度的一体化以后 如果这28条真的能够落地的话 那还意味着什么 你的财政政策 金融政策 是不是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进行相应的调整 就意味着什么 不需要给你做什么 真正的什么主权的让路 实际上你就有主权的让路 白俄罗斯的经济体量才多大 我俄罗斯的经济体量有多大 比如说金融的政策 我们要做统一的话 金融货币政策做统一 以谁的货币为单位 那毫无疑问 以卢布的货币为单位 那所有的你这个主权任务 自然就会有了 悄悄的都会实现 所以就是我们去看 签署这28条以后 普京就是总统和总理 俄罗斯的总统和总理 分别从两个方向 给这28条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定调 这是我想怎么做 我下一步要求是什么 已经摆得非常明显 摆在桌面上了 和白总的今天 我们说如果说是 国家间的关系 有这个伙伴 盟友 然后最后 比如说恨不得在一起 就是一个国家了 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这样一种邦联的 这样一种定位 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外界 告诉西方说 你看我和这两个国家 俄白之间的关系 已经超越了 所谓的盟友关系了 我们已经快成一家人了 但是呢现在我们 你们北欧就不要往前进了 对 就是你们北约也好 你们西方也好 你不要对我们之间的团结 有任何的怀疑 我们是坚定不移的 我觉得这个向外宣示的 这个意义很明确 再一个呢就是 它的未来的意义 大于现实的意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方话提出来以后啊 就告诉你 刚刚江老师讲的说 我们先做 是吧 做着做着 自然就有越来越多 更多的新的工作要做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慢慢的慢慢的 你现在可能 大家不去碰那块 比较敏感的 主权的问题啊 什么政治权力 政治架构的问题 但是我们做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比如说 你的经济越来越整合 然后就导致你 政策上要协调 你政策协调到一定程度上 你需要有法律依据和基础 这个时候 不就逐渐地进入到政治领域了吗 实际上这是一个 希望它能自然发生 如果说前景是光明的话 所以它的未来的意义 要大于现实的意义 去年这个白俄罗斯大选以后啊 不是马上在白俄罗斯 掀起了一场这个风波吗 那在这个风波中间 今天你可以看得到俄罗斯的这个做法 就是刚才崔老师讲的就是说 怎么样向西方去宣誓这个主权的这个问题 当时普京给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打了一圈电话 尤其是默克尔 马克龙多弹 那个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对 这个意思就是说白俄罗斯事 你不要插手了 这个事情我来搞定 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那从时间上来看 是有某种程度的奏效的 就是在今年的这个 瑞兰航公司这个事出来之前 一度白俄罗斯的那个风波 在西方国家尽管没有停 但是掀起的风浪不如 就是刚刚开始大选的 结束的时候那么大 这个应该说普京的这个表态 应该说还是起到了 一定的这个震慑作用 就是让西方意识到 这一块你不能做太多 不能越界 另外一个方面呢 普京做的事情 其实也表现得很明显 大家记得在去年的这个大选结束以后 这个反对派什么这些西方 支持的这帮势力 要求这个卢卡申克下台 闹得非常厉害 当时卢卡申克再三强调 就是大选绝不可能再有 就是不可能再重新进行一个选举 这是8月10号 2020年的8月10号当时选举 结果出来以后马上进行了风波 8月17号卢卡申克自己 在接见公众的时候 讲会有新的总统大选 是在什么时候 在宪法修改之后 要进行宪法修改 现在宪法工作 修改宪法的工作 还在锦络密鼓地进行 为什么他突然原来说 不进行第二次总统选举 为什么马上又答应 前一天他跟普京刚刚打完电话 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可以联想起来的 就是修改宪法 这是作为你政治上 面临要作为一个调整 作为一定让度 已经释放出某种积极信号的 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环 这一环谁给他出的主意 很明显是普京给他出的主意 所以当时的整个卢卡申克 整个调子 包括后来的整个政治操作都变了 现在我刚才讲了 宪法修改进程仍然在进行 那么预计也就在明年 这个新的宪法就会出来 那新宪法一出来 总统任期没有到 马上就进行新轮的这个总统选举 这都是以退为进的一步一步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中间 我讲这个例子就是什么 普京也在操纵 控制影响白俄罗斯的政治进程 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的能够进一步的巩固 来配合俄罗斯的调子 巩固白俄罗斯目前的这样一个 政权基本的一个稳定 同时又向西方宣誓了 这个地盘你不能跃进 是的 所以包括今天我们讲的这28条 一步一步走 可以看到俄罗斯在整个的去年 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以后 他在白俄罗斯政治进程 俄白双边关系 俄白与共同应对西方挑战方面 他发挥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也做了很多的事 所以我想普京做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应该压力还是来自于英美 然后以及北约在东扩的 这样的一系列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个历史情怀 我如果看一下这个历史 俄罗斯人或者俄国人的话 他有这种扩张疆土的 这样一个内在的驱动力 那现在的话给这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利用呢 尽管他有很多考虑 方方面面的考虑 比方说跟美国的关系 跟欧盟的关系 跟白俄罗斯直接的关系 那现在来说的话 看似这个稍微站得远一点 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把眼光 从白俄罗斯这个转移出去 为什么 他盯着这一块 因为是能最能把这个一个国家 能够纳入自己的这个 整个一个国家体系当中的 一个点就是白俄罗斯 其他的独联体国家 你很难现在真正正的 这个跟俄罗斯走得这么近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一体化 他不是说整个一个 齐头并进的 某些领域是走得非常快的 比方说防武 那么他最近举行的 大规模演习 这个都是在冷战期间 举行的几万人一块出去 大规模演习对着谁 那么表面上看是对着这个 就从俄罗斯角度来说 是对着西方 对白俄罗斯 对俄罗斯的打压 其实军事演习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那么通过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 紧紧地牢牢地把白俄罗斯 控制在自己的旗下 因为在这种大演习当中 那白俄罗斯那条兵力 那跟俄军一比的话 那尽管你也派这个军队 尽管你也把军队拉到 这个俄罗斯境内进行这种 跟俄军的一块共同的演练 但是真正的操盘手 真正这个推演的这个指挥员 那都是俄国人在这搞的呀 所以我觉得现在经济上 可以往前走两步 但是现在走得最快的 可能也是最没有这个约束力的 就是这个军事合作 所以你看最近 要不就在白俄罗斯搞大演习 要不就是两国同时进行演习 代号是一个演习 那么从军事角度 从安全角度来说的话 这种合作真正一体化 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成立 如果说这个白俄罗斯 有点事的话 比方外国进来的 那俄罗斯肯定会出手的 如果俄罗斯出手的话 遇到这个入侵的话 那白俄罗斯他我觉得 我相信他不会站的不管的 从这个演习情况来说 就想定要对对谁 怎么样打 他都是非常明确 就对对西方来的 那今天这样一种局面 会真的让北约的东阔停下脚步吗 我觉得如果要看清楚 俄罗斯现在他们合作的程度 以及未来的一个走势 可能我们要和现在 你比如说俄罗斯 他现在在欧洲面对西方的 比如说安全上是北约 经济上是欧盟 然后还有一个美国 这样一个态势 他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和乌克兰问题是有联系的 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后 实际上在欧洲和北约的认知里面 就是俄罗斯通过在乌克兰的行动 实际上是在北约和乌克兰的对峙的 这个战略线上 实际上设置了一个有利于俄罗斯的点 我们看到乌克兰东部的问题 以及包括这个在克里米亚这一块 包括黑海线 随时可能会封锁克斯海峡 给这个北约的在黑海方向的盟国 带来安全威胁 前不久北约的防长会 做出一个什么结论 就是要更新或者说提升 对俄罗斯这种所谓新的威慑战略 我觉得新的威慑战略 除了原有的东西 它实际上有一点就是 在东向 叫乌克兰东部 面对俄罗斯这种进攻的态势 不利的情况下 它要把黑海方向开辟为新的 对俄罗斯形成反攻的 这样反制的这样一个方向 这样就形成一个战略平衡 大概的平衡 这样我觉得对美国来说 那一方面可以安抚北约的欧洲盟国 说你看我还是愿意尽心啊 我还是愿意给你们提供安全保护 尤其是在面对俄罗斯的 所谓安全威胁的时候 那在这个背景下 我就对俄罗斯来说 既然开拓我拿到了东部 或者说克里米亚 这个相对有利的一个点 但现在你通过在黑海挑事 似乎是给我对冲了我这一块 那我能不能再找一个点呢 我觉得这个点就是白俄罗斯 他们在做这个视频会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普京在那一天 11月4号那天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活动要去参加 就是要到克里米亚去参加一个 叫做民族团结日的活动 所以我当时想 这个在民族团结日这一天 宣布这件事情 或者说跟卢卡申科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可能也是意味深长的 而且卢卡申科在这个视频会上 跟普京说 说我希望能够有机会 去克里米亚半岛访问 但是2014年之后 他肯定是没有说过类似于这样的话 也没有踏上过克里米亚的 这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刚才讲的 在白俄罗斯这个问题上 俄罗斯的这种影响力和操控的这种能力 包括操盘 包括设局的这样一个能力 就是你刚才讲的 民族团结日这一天 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民族团结日这一天 克里米亚的所谓的这种回归 与民族团结 这是能够契合 但是这一天把白俄罗斯也放在进来 这个契合 这个契合就 这个意义就比较深远了 这个民族团结就不仅仅是俄罗斯人 或者说现在俄罗斯联邦 境内的这个民族的团结问题 还有俄罗斯联邦 与他的近邻 与他的历史上的这种传统盟友的 一个团结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卢卡申科面临内外交困的 这样一种压力情况下 他不得不在一些政策上做调整 刚才讲到这个愿意加快一体化 的这样一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克里米亚这个表示 表态是他整个对克里米亚问题的 一个彻底的一个转折 就是我 这其实就是已经开始 意味着白俄罗斯现在开始考虑 克里米亚的归属 属性的问题 到底我承不承认 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现在在前苏联地区 这些独联体境内 还没有一个国家认为 认可克里米亚是 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克里米亚这一点 这如果克里米亚这个问题 真的卢卡申哥兑现了 就是到克里米亚去访问 包括认可克里米亚的属性 要做出一个变化的话 那可想而知 乌克兰一定会成为西方国家 对白俄罗斯施加影响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在他的这个南部 对白俄罗斯施加压力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抗的前一是刚才崔老师所说的 对抗的前言 你开了一个口头 我也继续可以开一个口头 美国会不会未来英美 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事部署上 会有一些调整 它不光是在乌克兰部署调整 而且对白俄的政策呢 也正在发生变化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去年为什么 发生那么大的一个骚乱 特别是在白俄罗斯 那么选举 选举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 79%几 接近80% 是投了这个卢卡申科 赞成这个卢卡申科的 那么借着这样一个血淘 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的一些 特别东欧的一些国 特别积极 要把白俄罗斯搞翻 想通过这种颜色革命的形式 在白俄罗斯 引起一场巨大的变革 那么变革的目标 就是让94年上台的 卢卡申科下台 那么换一个亲西方的 这样一些政治势力 他其实他想通过这样一个手段 但现在看的话 卢卡申科搞得还挺好 对吧 很快平息了 很快压下去了 压下去了 当然跟普京跟俄罗斯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俄罗斯做欧盟的工作 做这个卢卡申科的工作 所以双方形成了一定的默契 那么白俄罗斯才慢慢慢慢 恢复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就说明当时想搞 通过颜色革命这个手段 搞翻卢卡申科失败了 那么拜登上来以后呢 他是讲套路的 特朗普就是说 不行咱就上 那么直来直去这种手段 现在拜登讲的套路 所以你看他对于 乌克兰的政策也在调整 对于白俄罗斯政策 也在调整过程当中 所以刚才讲外部的因素 确确实实是 这个卢卡申科 这次跟普京走那么近 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像96年前后那样 颜色革命 那看到政权都危机了之后 那卢卡申科也是表示 愿意跟俄罗斯走到一块去 所以这次同样 如果说现在美国带头 调整了对白俄罗斯政策 就是说你可以到美国来 或者跟欧盟放缓 跟北约放缓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卢卡申科 那么好 帮一下又往回调 是这样一个 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对他特烦普京 是的 他特讨厌普京 说是双方本来这个开了的 这个包括护照 就是这个签证的 好像中间都停了 对 当时有一段时间 就是西方国家 也希望把这个白俄罗斯拉过来 通过各种手段 那么颜色革命试了不行 那现在的话又掉过头来 通过绥靖的 或者软化的政策 来跟卢卡申科交流 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 普京看得很清楚 所以利用这个事情 能按住他 不过说到这个外部因素 我想到还有一个小的点 就是因为有人说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这个握手 最容易的时间就是在冬天 天一冷的话就比较容易握手 然后是因为有这个天然气的定价问题 天然气定价当然是一个问题 而且天然气稳定供应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总体上说来就是白俄罗斯跟俄罗斯之间 还没有出现过俄乌之间的那样一种 天然气大棒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呢 可能对于卢卡申科来讲呢 这个并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最主要的因素还是 卢卡申科就是国内的政治稳定 这点就是刚才滕老师所说的 卢卡申科过去这些年 一直在玩左右平衡的这一个手 他玩得非常的六眼 玩得非常的积极 比乌克兰玩得好 在2020年的8月选举之前 大约是在2020年的4月份 蓬佩奥到过明斯克 这是这个最近这十多年来 美国最高官到明斯克去访问的一个例子 而且就在2020年的1月 和2019年的12月份 美国和欧盟先后放松了 对白俄罗斯的制裁 制裁的理由是上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 由于所谓的这种舞弊的问题 当时对卢卡申科进行了制裁了 但是到2019年2020年 觉得因为卢卡申科那一段时间 跟西方国家关系不错 走得很近 走得很近 所以我把这个制裁我放松了 结果没想到2020年的8月份的时候 你这个选举又来一回 这一回就没办法了 就是大家就是直接撕破脸皮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这个 现在俄白关系 包括接下来的走向 我觉得始终是有一个所谓大国博弈的视角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白俄罗斯 现在对于俄罗斯的意义 和当年的乌克兰这个问题 要联系起来看 我觉得实际上去年 普京通过对白俄罗斯提供这种 比较坚定而且明确的支持和保护 实际上他达到了第一个目的 就是避免白俄罗斯成为第二个乌克兰人 我觉得这个是他已经拿在手里的 接下来呢还要做增量 这个增量是什么呢 希望白俄罗斯能够成为在局部 或者说在某一个方向 俄罗斯赢得对西方博弈的一个优势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比如说难民问题吧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反手为攻的这样一个姿态 我觉得实际上接下来可能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现在说起来也是比较不幸 一定程度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现在都部分地成为了大国博弈的工具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 乌克兰一方面说我要加入北约 北约那一方面表态说我的门永远开着 但是你先不要 先不来 前不久这个美国防长奥斯汀去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实际上他想寻求什么呢 就是我虽然进不去 但是我通过频繁的密切的和北约的近视活着 我来获得一种准能有的这样一个地位 那这样的话 北约你在对抗俄罗斯的时候 始终没有扯证这事也比较危险 就是搞成适时婚姻 当然适时婚姻我们知道没有法律保护 这也是问题 那现在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 要应对乌克兰引发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口子 他要像通过这个口子 北约或者美国要更多地对俄罗斯施压压力的话 那我就像刚刚讲的说 那我也去找一个口子 那我进行一个反向的施压 那这样实际上我们在战略博弈上 我们也可以回到一个大致的平衡 刚才江老师所说的 就是现在白俄罗斯可能跟欧盟这边 确确实实是撕破脸了 那么对于卢卡申科来说 还会不会发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 就是再摆回去的这种情况了 这种情况应该说没有人能够说 一定会或者说一定不会 我们如果他明年大选之后 这个位子政权稳定了 如果我们往下推移的话 就是说如果宪法修改 明年重新进行大选 那么新进行大选以后 那么选举的进程是什么样的 选举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那这一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会影响到卢卡申科自己在国内的 这个统治地位 以及他的政权的稳固度的程度 同时也影响到西方国家 怎么样去看卢卡申科的问题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俄白至今的进程 怎么走 对 而且我在想 如果卢卡申科面临来自的压力 来自普京的压力 要比欧盟的压力要大的话 对 不能排除他做另外一个选择 对 所以也对于卢卡申科这样一个 在位时间比普京还长的人来说 他的政治经验 和他的这一方面的政治的手腕 应该说他同样是炉火纯青的 而且他这个中间要考虑的因素 确实要比普京 应该说他的选择余力比较小 国际力 国力比较小 他本人的执政的时间也太长了 而且他年龄也开始大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面临这种可以用的手段 应该说是很有限 那这种手段对他来讲 就只剩一个了 就是在大国之间 怎么样去寻找最有利于他的那个机会 而且是不是还存在了一种不确定性 就是未来 如果卢卡申科和普京 都不在这个两国的 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的话 那么未来这个俄白的联盟的进程 还有可能再继续下去吗 可是你说到的这个未来 可能是对我们现在来看 可能还是太远了 而且现在应该总体上说来 至少对于俄罗斯来讲 即使我们去说 即使普京真的有一天 肯定会有这一天 他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了 但是对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这种联系 传统的这种联系来说 至少在俄罗斯人心中 应该说是挥之不去 应该说是切不断 那白俄罗斯之于俄罗斯的重要性 它不仅仅是在一个所谓的 为什么是白俄罗斯不是其他的原来的这些独联系 当然是包括乌克兰的 但是现在因为乌克兰已经跟俄罗斯的这样一种关系 已经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鸿沟了 而且历史上来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鸿沟就比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这个鸿沟要大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历史上 我们尽管从历史上去看 尽量从历史上去看 白俄罗斯跟俄罗斯之间并没有撕裂的那么的严重 而历史上曾经是有过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这样一种不对付 包括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 甚至民族主义组织的这样一种活动情况 这种活动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初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西斯德国开始入侵苏联以后 就已经开始在激活了乌克兰境内的某些独立的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 而且这种组织一直存在到了50年代初 所以在白俄罗斯这种情况在白俄罗斯过去没有过 所以这一点是两个民族不大一样的一个地方 俄罗斯能够抓住白俄罗斯 其实也是利用了这样一种历史上的民族之间的文化 心理 包括经济和政治这种传统联系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两位领导人都不在的话 这个普京可以到2036年吧 现在看 对 2036年 那么到现在的话还有十来年时间 那么卢卡申科有没有十来年时间 这当然不预测 但是我觉得变量在哪里呢 普京这边可能变量不是很大 除了他2036年之前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这段时间俄罗斯应该说还是会延续现在的政策 因为他在不管是两个国家的联合主席 还是俄罗斯的什么职务 他肯定会左右俄罗斯的政治进程 这一点来说他对俄罗斯的控制是不会放松 只要他在 那么2036年之前我觉得变量不算大 但变量最大的是在卢卡申科这边 那么如果说明年选举他失利的话 那他可能就退出了这个政治的舞台 那么再加上白俄罗斯国内的这种各种政治势力 风起越勇 那么外部的介入 那光靠卢卡申科这一个人 那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变量 会不会出现第二个乌克兰 就是在俄罗斯边上出现另外一个乌克兰 这倒是很难说的一个 那么对于白俄罗斯来说 普京现在可能也在设计 那白俄罗斯也在设计 那这些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在设计 所以未来来说的话 白俄罗斯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这都是大概率的事件 但是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克里米亚呢 那这一点应该说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 因为毕竟白俄罗斯跟克里米亚还不一样 尽管两国曾经是成为共同是一个国家 但是要付出如果要是 我们这么说 如果要是把白俄罗斯彻底并入到俄罗斯的话 不管才去用什么样的手段 成本都会特别的大 这个成本不仅仅是所谓的这种西方国家的这种压力问题 还有一个白俄罗斯民众的问题 你包括可以看到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为什么在经济一体化 包括双方俄白之间的一体化的竞争中 做得非常的小心谨慎 也包括这一次 都可以看到俄罗斯还是要考虑到 来俄罗斯国内的一个稳定的